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第一道料理我們做那個 辣味的章魚 我想說挑一個比較 比較難做的食材 因為如果說魚啊 或者說肉啊 大家會比較覺得說 那個 我一般用水煮啊 用什麼也可以 不一定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今天就特別挑章魚 然後第二個就是 常常我們知道這個低溫蒸烤箱 低溫蒸烤箱 我們會想到蒸氣 就會想到蒸氣100度 那其實蒸氣也有60度 蒸氣也有75度 那為什麼要這些呢 當你的食材 越細緻越軟 你的溫度就要往下降 假設我現在要蒸 一條很好的筍殼魚 或是說 我可能用 68度或是75度 來蒸 所以它蒸出來 它會是水水嫩嫩的 因為它的蒸氣是更溫和的 我們這裡就只有 只有蒸的章魚 跟半個那個蒜頭 就沒有了 所有的調味都沒有 對沒有 就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加其他的東西 你要加香料啊 什麼其實都可以 然後我們就把它蒸空 所以這個好了之後 我們就直接把它放在裡面 90度的設定 對 把它放進去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呢 我們就先來做它的沾醬 墨西哥的乾辣椒 它的蛋黃 黃色 喔蛋黃 好 然後蒜頭 其實這個東西沒有 不用太在意它的份量 喔份量 你說什麼一大匙啊 幾小匙這些的 OK 因為它的底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樣的 這個是 這個是 柴魚 高湯 這個是雞高湯 雞高湯 然後醬油 他可以感受到 一個醬 這麼多的材料 醬油跟魚露 好 然後鹽胡椒 最後就是那個 濕辣茶 濕辣茶 是一個泰國的辣醬 對 攪勻了之後 然後再加油 好 我們第一個醬已經完成了 然後 請問一下那個 主廚 我們的這個章魚 是設定多久時間 章魚一般 都要差不多 一個小時 那我們的第一個醬料 已經OK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處理一下 我們的這個主食的部分 OK 章魚或者是你其他 你做蝦子 或是說魚 蒸出來 它有一個好處是 用這個酥皮是 它的原汁不會跑掉 所以你在 你在蒸的時候 它是乾的 是 那你蒸的時候 它一定會有汁水 那這些汁水 不會跑掉 第一個是它不會越蒸越乾 對 它還是泡在汁水裡面 第二個是這個汁水 我們可以把它拿來 直接做成醬汁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要把這個汁拿來做醬汁 所以如果你有蝦 或是有干貝 或是有其他東西 不要把這個汁丟掉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精華 一般如果 如果你用蒸的 用盤子啊 用什麼蒸 常常這個汁就浪費掉了 要不然這個汁就 就是跟那個蒸汽 那個水滾在一起 就吸掉了 那之後我們現在 再來用炸的 好 麵粉 然後 鹽胡椒 直接就把它放在那個 麵粉上面 OK 好 然後油溫就是一百八十五度 我們把這個汁讓它濃縮一下 好 然後我旁邊這裡有那個 麻油跟蔥油 是 我們就用麻油蔥油 然後還有這個 章魚它本身的汁 直接就來做 做它的Sauce 嗯 炸一下 OK 好 滾了之後呢 我們再 加蔥油跟麻油 好這個是 試拉叉辣醬 先把它放進去 OK 然後我放了一點 Cress 這個是我們自己做的香鬆 香鬆 對 喔 章魚汁 我先加一點點把它 把那個鮭魚卵調開來 放在中間 OK 然後再把這個醬 然後再把這個醬 放進去 好 所以在這一道料理 你可以吃到兩種不同的醬汁的感覺 對 好 最後再把對不對 剛剛炸好的 OK 第一道料理就這樣子完成 謝謝 Centos 西班牙頂級廚具